第一段帶駭影 一般來講是第二段帶駭影 感覺等一下他聲音要講些什麼 之前他好像有講說第一段反而不適合駭影 還蠻不適合的 因為每個補包的位置都很容易被攻擊方給搶下來 這邊拉二樓 一樣的一個進攻套路 好那這邊的話第一天只剩下一個補包在點旁邊 小補包 所以這邊來說第一天這邊要打快 這邊是溜走啦跟主力部隊 再拉到一樓的一個平面 塞壓的有很好的一個輸出空間 在這邊打 哇這個角度很好 沒有受到太多限制 二樓有一隻和尚 和尚的位置並沒有被抓到 正面在打架 好這一波人數上面掉的很快是Fireball 第一發第一時間來救自己家和尚 還有收掉DOTALF 不過來TH這一波是換掉對方兩個 NGMR的一個精湛閃光操作 這邊是拉到一樓平面 血量不足直接被打掉 所以我們發現說在Fireball的一個 他非常想要去做集火 所以有時候會去束縛掉一些對方站位的小細節 是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直接開了一個EMP 好 全部被造作的情況之下 NGMR被打掉了 KAROS這邊是換了對方一個 一樣是ZIVA在寶姿加上和尚 這邊往上爬開 DOTALF這邊割了一刀 但是沒有辦法收掉 反正是Armacon這邊收掉的KAROS 這波Fireball共識並沒有打出來 對 你可以看到野心心裡開的情況之下 NGMR在側翼做一個干擾 還可以 這一邊是換人速度超級快 OPTAL是直接把對方給換掉 情況之下NGMR在做一個踩點 這邊是速度很快 直接佔領第一個點 第一個 瞬間擊火傷害不夠高 那你大絕其實也不一定能開到全部人 等級的速度也滿慢的 對 那你在那個位置作戰 你基本上你的隊伍只能利用到一個小古堡 是 這邊直接開大進場 卡點 好 最後一個脈衝炸彈 沒有太多的效果 眼上還在爭奪 而且NGMR的一個位置還不錯 我們可以 喔呦 它等於又繞到對方的一個後面 這邊是個超喜歡從後面來的士兵76 對 他的角度都拉得很好 脫離主戰場 從剛才艾西瓦的到現在都是 他真的很喜歡從後面來 而且每次後面來 真的可以打到一定的傷害 是 這邊是撐住了 有撐住 對 主要是他這樣的一個繞背 可以形成比較多的一個攻擊角度 包含正面坦在打架的情況之下 側翼直接進來 阿妹坑在繞後面 那這個和尚有危險了 喔喔 我想到 我這邊率先先收掉兜胎肉斧 這邊EMP也是開掉了 直接開掉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卡路斯掉 這個輔助斷 喔 NGR剛剛 不是NGR 阿妹坑剛剛選擇的是 我 我不去收和尚 我這邊來幫正面 然後反而是讓沙瑪拉里斗來收和尚 這邊持續控制這個補爆的位置 那這個時間拖下來 DOTA6在下一波 FIREBALL進攻的時候 應該就會有電磁脈中坡 對 FIREBALL全部走在後邊 走後邊進來 第一時間看到NGR NGR拉側 Opto第二時間 DASH過來 開墮 但是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是露修姐開啟個 陰波屏障來做防守 這邊近點 我們可以看到卡路斯 也把他這個殘蛇打大腳出去 但是自己還是保不住 這邊在打架的情況之下 NGR在旁邊做一個騷擾 正面是遇到對方直接站住鎖定 這個黏 黏到了 塞哈德剛才並沒有跑開 好可惜 好緊張的點還在爭奪 尤其哈魯還不錯 DVAR的一個位置 是把對方的閃光給打掉 FIREBALL剛才因為站住鎖定的關係 全部刺客只能龜縮在溫斯頓的屏障裡面 那這邊是遇到對方圓 所以我們看他直接跳點進場 直接進場做開戰 不跟你拖時間 那這邊的話 開始逼迫 DOTAROF的亥隱 直接收掉 喔呦 這一個我們可以看到卡路斯的位置有點危險 這邊是露修 趕過來幫忙的情況 還是沒辦法掉了 一樣喔 三波卡路斯都先被抓 所以DTM的一個策略 是算是蠻成功的 對 補助位一開始FIREBALL都掉 一分鐘的時間 基本上DTM的大絕是沒有 喔 先開 來 卡路斯又掉 第四次 進場全掉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 我們可以看到人數上面 還是有點少 攻方的補給全段 Ravix也掉 哇 FIREBALL 這邊是靠著野心珠在撐啦 但是人數實在有點少 被換掉是遲早的事情喔 撐了一段時間 歐布特 這一波我們可以看到也是掉了 NTMR過來補 44秒的時間 卡路斯下一波基本上也是集不到大 DTM有 非常好的一個大招優勢 FIREBALL這一波一樣沒有把 卡路斯的河上換掉 這邊直接殘 這一波連大的也沒有拿到 我真的覺得他們 這一波是可以嘗試去換阿嬤出來做使用 SAMARIDO這邊直接開打打掉兩個 對 SYHAT也在側面的一個位置也開啟了 站住鎖定喔 這邊給了蠻多的一個傷害 好 這邊被黏 但是 點上FIREBALL的人還是有點少 對 DTM剛包圍網不錯 那76在左側 星星在正面 右側又有DFA狀態下 直接是包了FIREBALL 繞到對方的一個後面阿 這邊要做拖點 Overtime NGN還在 你可以看到直接閃進來 在拖時間 等隊友 但是有人補上嗎 我們可以看到最後的一個 被打掉了 沒有人補上 哇 FIREBALL最後是沒有能夠攻下第二點阿 跟做一個側翼的打點 好 一樣 選擇二樓 直接正面 全部人公用是很協同 星星第一時間下來 開一點前後排 阿Maker那邊主動開 閃光直接被逼退了 閃光位置沒有血 直接拉回去主陣型 一樣沒有受到太多的一個干擾 對 他們這邊其實可以不用多時間 這邊的話直接把安娜放在 SYHAT的旁邊 之後坦克直接可以下去打 對 沒有血 然後坦克可以直接DASH 跟他們自己家吃科技去找那隻安娜 對 我覺得他這個處理的不錯 沒有血再回來 阿Maker有找到安娜 但是他並沒有人跟他一起過去喔 這個安娜其實奶了很開心 卡洛斯安娜 對方是從後半段直接拉過來 這邊也被察覺的情況之下 有點扛不住 FIREBALL 人數不斷在掉 點內是NGNR在撐 卡洛斯的位置危險 這邊是 把大部分的資源 呃 他們是落在這個阻力 清掉FIREBALL的一個阻力 喔 上面位置很快被察覺 這邊有能量優勢喔 DTM是四個燈亮 這樣就五個燈 這邊奈米直接給了 奈米給拔刀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是 阿Maker在中間位置直接剁 第一把快爆甲他就滋補包起來 卡洛斯這邊也換上了駭影 大絕已經要有了 哇好不動 這個拔刀 這個拔刀化解了危機 喔他要吃嗎要吃嗎 沒有 好拉上來 點內還在爭奪 卡洛斯野心之怒 DTM 這邊再做一個卡片 DTM這一波其實繳了很多的資源喔 其實連野心之怒都開掉了 左邊要進窄口 這邊看了一下 點一下對方人頭 防止對方刺客騷擾 進左邊 喔他們決定進左邊 這邊的一個陣型 我們可以看到全部過來了 應該是五到六個 抱團左側 後面 後面有收到一間大 的一個干擾 對那這邊塞哈隊等下 一邊ZR騷擾 自爆進來 欸 DTM退的位置 剛好沒有辦法去掩蔽到 自爆的位置 對雙普掉了 這個沒辦法打了 打不下去 塞哈隊的大絕 已經扣了兩波進攻 再看看他是什麼時候會開 好 對方的一個敵法 我們可以看到右鍵用的 哇 後面的一個騷擾 沒有被 這個騷擾很成功 第一時間 讓DTM以為你坦克要來吃我後排 所以我這邊還是想要硬進的狀態下面 塞哈隊因為血量關係是決定往後撤 剛好後面有個人ZR 好 左邊 進場 配了路西歐加速 駭影跟 等下 歐普特跟Rocket會進到後面的P 直接拔到被駭 沒有辦法DASH 也沒有辦法隔反 這個人是現在很脆弱 直接被路西歐全王給打掉 非常痛苦 塞哈的遠距離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是開了一個戰術鎖定 歐普特直接拔刀 拔刀是先墮安娜 可以看到這邊是把對方的一個7-6也打掉 情況之下 人數不足 DATONET還是沒有辦法 可以看到這邊一勾 這邊沒有勾中 拉左邊 搭部隊 然後瞧一下 這邊要限制對方的一個駭影 補包的一個位置 喔 直接打掉 確實 亥隱會出現在補包的附近 哇 DTN遊戲哈魯直接炸掉三個 這邊是一個很好破口 直接打掉兩隻刺客 這邊再收Rocket 這邊開了一個自爆 直接要自保 但是沒有太多的一個效果 喔 這一個位置我們可以看到 有人踏點嗎 這邊是從左邊要過來的情況之下 有很好的一個輸出環境 殺害哈魯沒有受到太多的一個干擾 不然你把 現在只要把補給線架好 然後打營運的話 這邊的話DTN有很大的優勢 是 這邊是Ravix也掉 對 Fireball現在基本上沒有大絕可以做使用 那他們要做 DT要做的事情 是要有人控制下面補包的位置 好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駭影直接EMP開啟的情況之下 保這一波 正面的一個會戰 哇 這一個人數上面 有稍微被換回來 這邊是一個路修 在這邊硬做撐點 還是被點掉 開始站點 喔 這一個快要超過了 對 駭影在這邊 這邊的話是這邊套一個奈米強 回來做輸出 我們有拔刀 這邊想用硬剁 但是因為這兵七六高傷害的關係 他被迫開啟格反 刀直接沒有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選擇對方的一個安娜位 殺妖的一個輸出還是蠻爽的 delive這邊掉了 這邊是很大的一個危險 對 但是集火速度偏慢的關係 所以導致這邊是被殭屍流營運起來了 第一天這邊有點危機 對 真的 這邊我們剛剛 雖然射手沒有受到太大干擾 但是坦到 坦爆了 所以七六的位置遲早要退 哇 這邊後邊的一個干擾 也把對方的安娜給換掉 對DT太可惜了 喔 這邊是隱形拉到高位 直接要開嗎 會先現行再開 下去開 這個位置都是 駭影一定 在神廟會開的位置 這邊在一個 電視範圖碰的位置是最有效益的 那這邊我們有直接拔到再多兩個 對 而且路修掉了 這邊安娜位置也非常危險 這一波沒辦法打 近距離的一個位置 69滴 注意了很久 但是還是把對方換掉 他普攻了四下 喔唷 這個 這個靠普攻就能收人 哇 沒有時間了 非常非常可惜 對DT太可惜 對DT太可惜 是有機會的耶 做會戰的位置 都不在SYHT的射線位置內 所以他沒有辦法做輸出 對 這個應該就是我們剛才看到那個自爆 很關鍵 一堆人在下面 丟一個 丟到上面位置 站在平台上 直接炸三個 哇 這一個直接開場 就一個六對二了 近距離再把對方Rocket給換掉 了 三個類用